二选一,给家里再添一远,你会选择谁呢? 2022年,韩国进行了一个有趣的统计, 结果显示更多的韩国人更愿意养宠物, 而这一趋势仍在持续。 不过,不生小孩的并不只有韩国, 全球的生育率都在显著下降, 中国也不例外, 人口相当于韩国的一半的上海市, 总和生育率更是低至0.6, 这个数字背负的含义,可能超乎你的想象。 我们正在建立一个数千年未有的, 以中国的人口跟文明崩溃为标志的辨识。 总和生育率, 简单来说就是指每位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 在当代社会的经济医学条件下, 为了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变, 每位女性需要生育2.1个孩子。 多出的0.1是考虑到新生儿在成长为父母前有一定的死亡率。 介于中国男女比例失调, 这一数值可能需要稍高一些, 才能达到正常更替水平。 如果低于这一数值, 人口总数最终将开始萎缩。 那么0.6的生育率是什么概念呢? 举个例子, 假设A村和B村各有100人, A村生育率是2, B村是0.6, A村保持了人口世代更替平衡, 而B村的下一代只有30人。 30人享受原先100人的社会资源, 岂不是更好? 不用加班、打工、买学区房, 高考竞争压力小, 毕业之后, 说不准也有工作主动来找我。 而事实却并不一定如此, 最简单粗暴的结果就是, 用不了四代, B村就消失了。 当然, 中国人口众多, 人口基数庞大, 暂且谈不上消失, 不过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 一直在下降。 人口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 重要因素之一, 作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 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 低生育率最直接的影响是母婴消费, 婴幼儿相关产业。 近年来, 中国许多医院已经陆续停止提供新生儿接生服务, 曾经是投资热门赛道的母婴消费品领域的增速, 也在逐渐放缓。 2021年, 中国的幼儿园减少了5610所, 有些孩子上着上着学, 幼儿园就没了。 这是中国现在的人口金字塔, 65岁以上的人口为2.16亿人, 而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是8.6亿。 中国老年代表是史无前例的好, 前不来就后不可能, 所以很高兴都能跳广场舞呀。 到2035年前后, 中国老年人将占总人口超过四分之一, 到2050年, 这一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平均1.5个劳动力养一个老人, 如果到时候你还在工作, 就需要将一半多的薪资划入社保。 长期的低生育率会导致老龄化程度不断恶化, 社会资源倾向老年人, 税收负担则加重到年轻人身上, 整个社会变得更加保守, 创新能力也会下降。 其实, 生育率降低是人口经济的普遍规律, 随着经济教育水平的提高, 城市化的进程, 社保体系的完善, 全球的生育率都在下降, 发达国家和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 我们的生育率就像一个石头在山顶上, 你即便人不用力踢, 它也会滚下去, 但是滚得慢一些, 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是一脚把一个巨大的石头从山顶上踢上去悬崖, 你踢上去就很轻易地抬上去, 非常健康。 Many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that in a relatively longer period of time, which means they have more time to build up a social safety ne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hasn't yet reached that point. So that's a very popular saying in China, we are going to get old before we get rich. The second reason that this is different because of the one-child policy is because of the gender divide. Many families said, okay, if I only can have one child, I will choose to have a boy. 30 plus years later, that means you have 13 million more single men than women. That is roughly the population of Australia. not only are you going to have a problem growing your population in the future, you have fewer women to become your mothers of the future, and you also have fewer women to take care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that is a result of that. 人口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问题, 也是一个慢性问题. 怎样扭转人口下降的趋势 可能是中国接下来 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所以, 不管你在哪儿, 愿不愿意, 被催生都是大概率事件, 但是生不生, 还得由你自己决定。